小女孩的童年似乎离不开家家酒和洋娃娃 这似乎是培养女孩成为妈妈最早的培训班 有钱就买芭比的哦 普通人家就在文具店随便买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娃娃 但如今中国青年对洋娃娃的热爱 已经超越了小妹妹的几百倍 不单是女生哦 男生也开始玩起娃娃了 甚至投入上万元塑造自己心爱的娃娃 就连范冰冰的定情信物 也是个量身定做的天价娃娃 为啥那么贵呢 小编只能说一句 世界上娃娃种类多不胜数 有传统的 DIY的 名牌的 多元种族的 还有恐怖的 等等 有人甚至为了长得像娃娃而去整容 中国娃圈的娃娃迷主要喜欢这三种 Live Door小布娃娃 源于欧洲 后脑神级一拉便能更换眼睛的颜色 看看身形的比例 嗯 说不定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哦 OB-11 日本生产手机般大小的人偶娃娃 体积虽小但十分精致 而最受欢迎的就是BJD BJD娃娃也是三种当中最像人的娃娃 不只长得像 动作也相似 看到眨眼的话 千万不要告诉我哦 球形街头配合弹性绳 让BJD活动起来 比瑜伽老师还要灵活 许多中国青年爱上BJD娃娃的高颜值 以及完美的比例 当上了娃爹娃娘 有趣的是 所谓完美的比例 其实是按照真人比例再缩小 男娃是按照180公分的成年男性 女娃则是按照168公分左右的女性 虽然看起来各具特色 但大家似乎还是比较喜欢高人 所谓生而容易养而难 娃券最烧钱的原因是 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 赤裸的精致BJD娃娃 就从400到600新币起跳 买完娃娃 还要为娃娃买一对漂亮的眼珠 限量的能卖到160块钱 有了眼珠还要买衣服 一套40到160块钱 而且你舍得让孩子 天天只穿一套衣服吗 穿上了新衣还得化化妆 知名的妆娘价码 是从上千元起跳的 看到这里小编穷醒了 但如果钱不是问题 你想象的都能成真 2017年李晨向范冰冰求婚 信上的不仅仅是她的心 还献给范冰冰 为她量身打造的BingBJD 冰冰娃出自知名艺术家之手 要价相当划算 只要自换新币就行了 也许不用买天价娃娃 但绝对要买正版娃娃 娃圈尊重创作 比试翻版 2018年春节前夕 北京故宫官方淘宝网 推出了翘格格娃娃 开售之后 网友指出该款娃娃 身体部分与外国品牌相似 故宫淘宝官网 便马上停止销售 并把售出的格格娃娃 全部招回宫礼 无论贵贱 娃娃都带给许多独生 以及空巢青年 无价的陪伴 各花入各眼 什么都有人当宝啦 晚上不要出来跑就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